上個禮拜主要是講到有關第204題的格式化條件 那因為格式化條件各位還記得吧 那個公式實在是非常非常榮長 所以你可以看204公式之一的地方 你會發現 他要把那個規則 把它做出來的話 你必須要設定格式化把這個公式打在哪裡呢 打在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而且一個字都不能錯 這麼長一串 但他有一個 一個需求 F應該就是他的哪一個 應該是哪一年吧 2010年 然後什麼借購號啦 而且他的出編號要23或24 然後外面要包個AND 這一串的公式其實說真的 打出來不錯其實也是做得到啦 只是說要訓練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在 重新開一個空白的 檔案喔 如果你可以一次就做對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這個真的一點點錯都不行 那錯的話他不會告訴你哪裡錯 他只會沒有顯示結果而已 OK 那所以呢我們後來改成另外一個方法 用什麼 用那個 篩選的方式 那篩選的話就是 你可以先篩這個 再篩這個 然後呢這個的話呢 就篩兩次就可以 一次這個一次這個 那不過 可能輸入編號的部分難為 輸入編號因為他預設是 數字啦 所以我們好像有多做一件事就是會先把那個 輸入編號先轉換成文字 然後 再來篩選 其實 結果就會是對的 那如果你是用文字的話篩選一定出錯 OK 所以 上個禮拜的相關的重點 其實你們可以在雲南白板上面看到那個 就是204的VBA 2-2吧 這個是比較我們做 其實後來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程式部分 所以程式部分的話當然我們 就是用錄製聚集 或者是說呢你可以自己寫啦 當然你如果將來錄製習慣之後其實就可以自己寫 關鍵其實就是篩選其實在VBA裡面 他就是用的一個名稱叫Auto Filter Auto Filter其實就是 篩選的英文名稱 Auto Filter 他是把它 翻譯成 篩選 OK 那後面給幾個參數啦 第一個參數哪一欄 第二個參數是要查什麼資料 那第3個參數是聯集或交集 不過一般這個聯集或交集這個參數其實 沒有也沒關係 一樣可以 把那個查詢的結果給查出來 所以 這個範例我覺得還蠻好用 蠻好拿來當成 你們將來 就是平常用的 因為如果你要查資料的時候 這個是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我上禮拜有特別針對這部分做一個延伸 然後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篩選 這個公式 其實把它當篩本 之後的話 你可以找一些啦 比如說圖書館他可能給你圖書館書目 那你想知道圖書館到底有哪一些書你是需要的 你甚至可以把那個資料 自己在做一個 這個什麼 查詢系統 那這樣要查什麼很快可以查出來 就不用說每次 都還要用人工 頂多說你可能Ctrl F是尋找 那尋找其實不方便 好那上禮拜大概是 做這些練習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比如篩選作折啦 篩選年份 篩選借購號 等等的 那其中當然還有一些那個 按鈕不要變形 記得大小位置不隨除人改變 因為篩選的話他會把除辰格 有些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會造成那個按鈕會變形 好類似像這樣 那今天的話我們接著繼續 再來看那個 就是我們證照考試題 所以 你們可以再開啟那個 證照考試題裡面的那個第206題好了 那206題 他這個難易度算易的吧 OK 那一樣 我是覺得他這個題目 這個設計越來越人性化 前面還會給你一個預設的 情境 有沒有 這個情境 某某貿易公司的 會計人員 他為了要做什麼 登陸公司的銷貨成本 還有 營業成本 OK 就是公司花多少錢 老闆想知道 每月的 總成本 與每個月的成本項目的平均 所以 關鍵就是老闆想知道 所以你要給老闆一個 類似報表的東西 然後他知道平均 他要知道合計 還要知道標準差 OK 那標準差用了蠻多的 這跟統計有點關係 你說標準差什麼不知道沒關係 Google查一下 馬上有答案 OK 然後 另外還 需要 匯整 1 到4季的金額 顯示 每個月金額 他要做個比較 到底哪一個 哪一個季 的那個花的金額最高 成本越高 理論上應該要賺越多 可是如果 相反 花的成本很高 但是卻賺不到錢 那 等於是賠錢 OK 所以老闆當然很關心這些 到底 我們使用的 這個 成本是墊高 還是降低 然後賺的東西 賺的那個利潤越高 還是越少 才有辦法賺錢 才有辦法 發 這個 獎金 薪水給員工 OK 所以成本 跟那個 獲利 其實是一個相對關係 那當然 比如說以台積電來看 台積電早 早期好像沒賺那麼多 不過現在他 有公布一個數字 他的獲利率 也是他成本 佔他的那個什麼 營收 佔多少 佔20 也是他成本 其實 只有20 也是80%是進賺 所以相對的 你會發現他這個賺的其實是蠻多的 好 那所以 待會的話請各位 開啟那個 206 206題 OK 206 所以我們先把那206題找到 然後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它關掉一下 剛剛開另外一個 206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有沒有 那其中的話成本有包含哪一些 各位可以看到 4季 他這邊的名稱都一樣 所以他的成本包含 其實最多是哪一些 消耗成本 消耗成本應該不知道哪一些 可能是人事成本應該是 薪水可能額外的 然後每個月的薪水 然後 還有房租 房租也需要 折舊等等的 OK 所以他想要算出這 這三個東西 那底下好像應該也需要吧 所以其實理論上總項目這邊應該是要 加總 那這邊要算平均合計標準差 把它算出來 那因為有四季 所以如果你要算的話 建議是一次 做四個 那如果一次要做四個 特別注意 你可以 游標先放第一季按SHIP鍵 再點第四季 你會發現喔 如果按SHIP鍵再點第四季 你會發現底下有被選舉 也就是一次 會被選 四個工作表 因為四個工作表做的事情都一樣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一次 等於四個工作表 都會 做完 OK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就點 這四季以外的 就這個年度報表 他就取消了 那點回來 就只有選一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他要我們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問題是 請你編輯什麼 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工作內容 那有哪一些 我們先完成 第一集好了 總共有幾集 12 3 後面的話 總共有 所以總共有四題 那我們分別來完成好了 我們先第一題 他問你要做什麼 他說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工作表內容 所以 這個 第一季到第四季就按SHIP鍵 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 將 四個工作表所見的數值 接以 簽位 有沒有 接 取字簽位 什麼意思 這邊下面有 有一個 讓你大概知道 也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應該是薪資吧 他本來是多少 個十百千萬 十萬 八十 一萬多 然後要把它變成 八十一萬 後面的簽 他是用什麼呢 Round Down 什麼叫Round Down Round的話是 四捨五入 Round Up的話 是無條件進位 那Round Down不明是一啦 Round Down是無條件捨去的意思 也就是本來有 七百五十一 無條件變成零零零 那他是希望做四個一起做 所以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 計算每個月的總計項目 然後以上函數 計算 四張 工作表內的 每月成本總和 OK 所以是B11 他跟你講B11到 D11 所以其實啊如果 像這種證照考試 只要你看懂題目啦 我想你應該做得出來 每一個個來做 所以一字A看一下 所以 四個工作來一起 取到小 等於是 捨棄掉 到簽 那要怎麼做 第一個 四個一起選 還記得吧 先選第一季 按SHIP鍵 選第四季 第二個的話呢 要把這些資料 把它去掉他的尾巴 那你想說這樣 那不是說叫你點兩下 然後自己在這邊把這個39 394 改成000 如果你這樣改的話 要改多久 OK 所以 不是這樣做啦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而且他還有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用什麼 用那個run down函數 所以我們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請你在 右邊空白處 比如說我習慣在 I2這個儲存格 點一下 然後插入函數的部分 找到那個run run的話應該是 四捨五路那個部分 五條線捨區應該是在數學三角 那你可以找到那個run 所以他在R開頭的地方 R-O-U-N-D OK run run是四捨五路 他叫run down 如無條件捨去 可是你說老師那我不會用啊怎麼辦 沒關係 函數說明點一下 其實這裡面都有說明啦 細節 請自己看一下啦 其實他也蠻好理解的 他這個地方就兩個參數嘛 一個參數是你的資料在哪裡 然後渠道小數點的第幾位 如果是正的話呢 那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第1位就1 第2位就第2 但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是要千分位的話 這邊有 你可以用負的 這邊有負的 負2有沒有 像這個資料給他 負2的話得到結果應該多少 負2的話理論上就是什麼 把這個 15拿掉 OK 就是 小數點 如果是負2是左邊 小數點在這裡 左邊 左邊是這個 所以 他會把314 15改成00 OK那就負2 所以我如果要得到 像剛剛的那個效果的話 那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Round Down 第一個 第二的話資料在這裡 如果要把它改成那個 395面000的話 記得 小數點 小數點在這邊 前三個 三個就是負3 那各位可以看到 得安是不是 對 沒錯 00 OK負3 你說 當然因為目前沒小數點 所以你如果假設 輸入什麼 小數點2的話 那後面一樣 完全沒法 因為 沒有小數點就 不會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這邊記得負3 好 做完就按確定之後 那我只有做一個 可是這邊還有好幾個 你把它向右拉 兩個欄位 那這邊就會有這兩個 那這個是為什麼 欄寬不足 點兩下就可以 點兩下就可以 它欄寬自動拉寬一點 或者你把它向右拉就可以 然後向下再填滿 填滿在哪裡 填滿到 這個底下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要的 要把這個 取代 把這個有沒有 把它 蓋到這邊來的話 還記得吧 把按右鍵複製就可以 然後蓋的話蓋到這邊 不過蓋的時候記得喔 你不能直接Ctrl V貼上 它一定會出錯 這個之前我們遇到過 問題 你直接切的話因為 這個是參考這邊的 如果這邊改掉的話 這邊的參考不到就出錯 所以記得喔 你要貼的話記得怎麼貼 記得用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好糟糕它沒辦法那個 復原 所以我把它 再點一下取消 它好像沒辦法復原 那可能要重開 OK試一下 所以記得 貼的話記得按右鍵有個選擇性貼上 我現在貼不知道不OK 只有值是這個 也是不OK 好啦 所以記得 不能出錯 貼的話記得喔 不要直接Ctrl V貼 所以 Ctrl V貼上呢 那就悲屈了 因為 就回不去了 所以可能要重開 有沒有 把它重開一下 OK 記得從這邊 然後插入那個 剛剛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的這邊會出現 Rong Down 然後 拿這個 -3 然後記得 向右兩個 藍 向下 拉到 應該是第10列吧 藍寬如果不足的話 就選這兩個 點兩下就可以了 這樣就自動了 然後把這個Ctrl C 然後貼過來的時候 記得不要直接Ctrl V 記得用選擇性貼上 拿一個 123這個 只有值 貼過來了 有沒有 它不會有 像剛剛壞掉 那這個範圍的資料 就把它抵抵折 因為這個就不要了 好 這樣就搞 改完了 剛剛又漏掉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這四個要一起 Ctrl V 這個應該是可以Ctrl V的 我們就四個一起 Shift鍵按住 然後再 把這個地方輸入 輸入我就 重做了 反正就向右拉 它會複製到其他的 這個工作表 然後再把它Ctrl C 然後這邊的話 不能Ctrl V 選擇性貼上 然後選哪一個 選擇值 OK貼上 然後再把這個範圍資料刪掉 因為我有四個一起選 所以你只要點 年度報表 再切回來 第1季有沒有 第1季有了 後面都000 第2季有沒有 第2季也有了 第3季 第4季 4季都一起完成 OK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 這個是第20 6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